本欄目由上药集团好护士牌强慎片赞助播出 六百年前补肺汤补肺益气止磕平喘治疗喘咳气短干咳痰黏黏黏你需要注意补肺中药补肺完专制咳谈喘 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5 8805 他虽然是名外卖小哥却有着丰富的商场阅历 他朴实单纯对物质毫不介意 对经济啊然后对物质啊真的没有什么要求 有点洒白甜的感觉啊 约会过程中男嘉宾究竟做了什么 竟使女嘉宾对他连连称赞好感倍增 还是很有才气挺正直然后挺乐观的一个人 然后也挺努力的 可离异有孩子的他却为何反倒挑剔起女嘉宾 感觉像小孩子 如果说我以后能有一点点的小小成就的话 肯定是家里有一个闲内住能够撑得住的 聊天中忽然出现的女人究竟是谁 她的到来会使今天的乡亲发生怎样的变化 凡人游喜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凡人游喜我们等你 爱情靠争取为爱不放弃 大家好这里是凡人游喜 我是相信特派员于翰 现在参加凡人游喜呢 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8805 8805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首先要感谢上药集团好护士牌强身片的赞助播出 精选人参陆荣等到底要才精致而成 好护士牌强身片 同时要感谢中凉山矿泉水提供的奖品赞助 重庆有好水就在中凉山 优质好水蒸矿泉 中凉山矿泉水淘宝京东有寿 同时要感谢凡人游喜线下 婚恋服务中心的大力支持 好那今天约翰来到的这个地方 是我们男嘉宾家的所在地 其实我们重庆的好吃狗 应该都知道这个贝街小巷 因为在这附近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那今天男嘉宾也是特地的请假 在家里等着我们来相亲 可以说是做足了功课和准备 那现在我们男嘉宾的个人情况呢 是离异自己带着一个孩子 因为工作很忙 做外卖小哥嘛 大家都知道起早贪黑的 所以带孩子这个任务就交给父母了 那现在他有重拾信心 来到节目里面 想找另一半想要再成家 那他到底做好准备没有 现在他的具体情况又是如何的呢 我们就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本期这有男嘉宾 慕敬元36岁 外卖员 月收入7000元 离异有小孩 大家好 我叫慕敬元 今年36岁 我现在从事的是外卖行业 大概一个月有六七千块钱 我觉得我的性格属于那种 比较属于活的 然后对人也挺好 然后也比较喜欢交朋友嘛 我觉得自己比较喜欢照顾人 我会做饭啊 洗衣服啊 基本上教育的时候 我全部都会做 我的爱好的话 平时我比较喜欢散步啊 比如逛公园啊 爬上啊 也喜欢乐器 也喜欢唱歌 平时除了生活上一些必要的消费 其他就是一些小小的娱乐 比如说看电影这些 比较节约嘛 然后我平时的话 我就喜欢在网上直播一下 然后因为因为是一个人嘛 有时候也会无聊 如果说人家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 带给很多粉丝 一些快乐的话 也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 等待 最真的爱 心埋传在心中 传奇就来 你知道你爱他 你爱他 你爱他 我正在期待 幸福的未来 在世间伤害 都有你 在 以前和我前妻 认识了以后 然后 运到的时候 直接不懂事嘛 就可能就是 没有 没有想到感情的一个重要性 最多都想到就是 有个家就好了 到时候后来发现 没得感情的话 那种婚姻 其实是经营不下去的 我希望在这个平台 能够找到一个 比较顾家的 然后 比较善解人意 然后比较孝顺的 然后人嘛 也长得太漂亮 我也好不住 站得半年可以了 我也没他要求的 那个女嘉宾如果 也不嫌弃我玩的 那我就很感谢 我相信如果 这次选择了以后 我相信我 一定会担起 担着这人的 男嘉宾的担有要求 顾家 善解人意 孝顺 能接受自己的孩子 你好 欢迎来凡人游喜 先给观众朋友 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叫布林源 紧张吗 有点 有没有做好 一番心理准备 心理准备 已经做了很多天了 已经做了很多天了呀 那应该是很憧憬的 对呀 你是憧憬今天来相亲 还是憧憬 未来的新生活 我是憧憬 遇到一个好姑娘 然后跟我共同面对人生 哇 说到这个好姑娘 马上就笑起来了 什么样的姑娘 才是好姑娘呢 我觉得吧 只要她善良 然后的话 互相理解 然后互相包容 大家的一个 坏缺点 然后什么的 大家的 往好的方面去想 我觉得就是好姑娘 比如说大家一起存钱 以后做生意 或者是大家有共同的想法 共同的目标 然后的话大家勤俭节约 这样勤俭持家 我觉得这就是 就是大家一起要共同的去拼搏 去奋斗 共同来把家就是越弄越好 是吧 对 现在工作收入怎么样 能够有六七千块钱吧 吃得了这个苦 收入都还不错 是吧 对 所以现在整个收入是 能够维系家庭的开支 并且还能够存钱的 是吗 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好有信心啊 听到穆大哥说这些 完全是养家没有问题 有自己的自信的话 只要想挣钱方法多的是 就看你愿不愿意做嘛 那现在你住在这边 是自己一个人住吗 对啊 是租的房子 对我租的房子 因为一个人嘛 我就租了那个合租房 合租房 对 那以后谈恋爱 合租房就不方便了呀 谈恋爱的话可以搬呢 那以后有没有考虑要 购房 购房肯定要的 就是 至于在哪里购的话 这个是看大家商量嘛 但是购房子一定要购的 首付款呀 这些存够了没有 是不是找到媳妇就买房 因为我刚来这边也不久嘛 所以说 首付了还没有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我因为以前做生意嘛 就是说 我的真心出了问题 然后现在如果说我买房的话 也只能 比较全款 对 也只能全款 好 我们一会儿就接到女嘉宾 到家里去坐坐 好不好 可以 应该就在前面 女嘉宾就在我们正前方 确实非常肃静 是吧 看背影怎么样 挺好 挺好是吗 就是 比较苗条嘛 苗条 身材是可以的 是吧 对 看这发型 肤色 肤色很好啊 很白的 有没有 就是说让你有想 急切地去看看正面的欲望了 很期待 非常期待 喜欢长头发的女孩吗 这女儿子常怎么好看呢 喜欢长头发的 对 好 那刚刚也夸了这么多了 我也在说 今天一直是在下雨 女嘉宾还没打伞呢 我们在这边聊了那么多 你赶紧先把第一个温暖 给送过去 好不好 加上自我介绍哦 女嘉宾你好 你好 我叫慕敬源 你好 我是贵州的 你好 很安静认识你 你好 我叫张静 我是重庆的 本期热游女嘉宾 张静 28岁 身高1米63 营业圆 月收入3000元左右 未婚 大家好 我叫张静 我是今年28岁 我是月收入的话 一个月是3000多块钱 然后在重庆的商城里边 当营业员 我性格呢 是比较文静 善良 当然还是算比较开朗的吧 像平时同事啊 朋友啊 他们有需要帮忙的时候 然后我肯定是第一个上 我这个朋友呢 特别单纯 对物质呢 也没什么要求 对朋友也很耿直 热心善良 像那种有点傻白甜的感觉 我呢 我是比较单纯的一个女孩子 上上班 然后回家呢 就比较宅一些 我希望呢 找一个男孩子 就是为人比较真诚 然后工作稍微稳定一些 然后另外呢 有些小爱好 有些小才艺 对经济啊 然后对物质啊 真的没有什么要求 感觉还是挺低的 女嘉宾的所有要求 真诚 工作稳定 有才艺 我第一印象的话 感觉就是年纪有点小 外形的话 没有太多的感觉 我第一印象看到男嘉宾啊 我觉得他人还是挺不错的 短短正正的 很正直的一个人 女嘉宾非常辛苦啊 今天早早地就过来 现在淋着雨 其实还好 这巴伞还比较大 刚刚我还跟男嘉宾 一直在介绍你 包括我们在后面 其实已经打量你很久了 那其实女嘉宾临了雨 我觉得咱们还得赶紧换个地方 本身男嘉宾的家就住在这附近 要不要上去那个擦一下 邀请啊 接下来你得安排接下来的行程 我在这里说了半天 先去我那吧 你要邀请人家愿不愿意去 先去我那可能 家里有点乱 刚才出来的着急 行 好吧 一来我们多多雨 二来可以突击检查一下 看看一个人的生活 是什么样子的 好不好 好 走吧 虽说是租的房子 但男嘉宾还是大方地 邀请女嘉宾去前面坐坐 而到了出租屋之后 两人今天的约会 究竟又会如何发展呢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戏 我是情感观察员飞桃 今天的男嘉宾是一个35岁 实话说 我觉得生活还在一个 挣扎的过程当中的一个人 为什么这么讲呢 确实之前做过一些事情 但现在是在送外卖 收入6到7千 而且还有个孩子 生活在 跟父母生活在农村 那么情况还是蛮具体的 所以我们男嘉宾 很想找一个闲内住 能够协助自己 东山再起 那么男嘉宾的经济条件 各方面都这么具体 那么女嘉宾 她必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首先 肯定是一个人品很好的人 愿意接纳男嘉宾 目前的困难 以及看到她身上的潜力 愿意陪她一起奋斗的人 那么今天的女嘉宾 我认为恰恰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子 她们俩挺般配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女嘉宾就是一个傻白甜 我们的编导这么说 女嘉宾后来会出现的 亲友团也是这么判断的 我们女嘉宾就是一个性格 非常单纯的人 对另一半的要求呢 也着实不高 希望对方人品好 而且有一点小才艺 小情趣 小日子我们能过下去就可以了 从目前来看 两个人的条件 还是蛮匹配的 就要看接下来 两个人的相亲过程 两个人的相亲 cios 我不要撞心 收拾一下 先 哦 先好 哎哎 老实的瓜 他屋头能够小 但是我看他还是多正洁的 马上都把垃圾倒了 感觉还是很贴心 把屋头搭理得真正精精有条的 好 我们现在在男嘉宾住的这个房子里面 这个麻雀虽小 但是五脏俱全 你看自己做饭的这些锅棚碗碟都有 并且我还发现在这边 还有他自己直播的一套设备 你晚上还直播 对 播着玩 你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内容就是唱歌 你唱歌给 对 让别人点歌 这样粉丝多不多 粉丝大概有两千多 每天晚上固定时间吗 也没有 就是有时候有些网友联系我呀 给我发信息 但我就播一下 你看一个人还是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非常好的 所以说唱歌是你的拿手 算强项吧 强项 让女嘉宾笑得这么开心 哎呀 内心是想向他唱一曲 那既然女嘉宾想听的话 现场来一段 就亲唱一两句吧 送给女嘉宾的歌 喜欢你吧 哎呀 那深情一点对着女嘉宾的眼睛 哎呀 哎呀 世雨大风湿透红昏的街道 哇 我可以水送眼无垢的阴望 嗯 红昏孤单的曼灯 是那深感的记忆 欣赴你 哎呀 那可爱面容 唯收睡梦话 唱昨天 你共我 好好听 声音不错 谢谢 唱歌唱得很不错 居然自己是开了直播 这个还不还是慢意外的 还是很有才气 虽然说这个空间小 但是内心 情感世界 而且从歌声里面 也能听得出来 非常的丰富 哦 谢谢 哪个人要不要坐一下 其实刚刚 人家那个头上的雨 已经到你家来 都刚完了 你看 你不用说给他擦一下 你先坐一会儿吧 你招待一下女嘉宾吧 简单的坐一下 我们就坐一会儿 好不好 就是我觉得吧 她到我家里去的时候 也没有嫌我方子小 然后我觉得 性格还是蛮好 然后也蛮善良的 这个房子是租的还是 租的 租成多少钱一个月呢 七百多 哦 那是七百多是那个都包含了的吗 还是 没有包含就房租 只是房租是吧 对 哦 那这个房子的话 你以后是怎么打算你 搭算的话因为我贷不了款 我真心有问题 就是说如果又买房的话 肯定是全款 真心有问题 对 是什么问题啊 就是以前做生意的时候 签了贷款没完 哦 那这个会不会印象 以后就是买房啊 租房啊什么的 买房的话就是 大不了写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嘛 我去拿钱嘛 我来付款 我来付贷款 那这种的话 这种靠不靠谱啊 靠谱啊 有种靠谱啊 那你之前说 那个真心问题 因为贷款没有换完 那后面这个贷款 怎么打算呢 还完没有啊 贷款没有 贷款的话 加起来一共还有20万 哦 那对于这20万 你怎么打算呀 20万一边做事嘛 一边就是说 一边存点钱 然后现在 因为现在我是 有人给我还利息的 我是不用管他的 就是我打算就是 先存一笔钱 然后我做点小生意 慢慢地做 做起来以后呢 然后有的话 一次性把它还呢 这样子打算 那你买房子的话 能考虑好久呀 就是说你对你房子 以后有没有什么计划呀 买房子这个事的话 觉得如果说是全款 的话可能要等很久了 肯定是10年以后的事了 如果说是分期付款的话 我相信应该在5年以内 那这样的话 那岂不是要拖很长吗 比如说想一会啊 然后要结婚啊 肯定想有一个稳定的家嘛 然后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都5年啊 4年啊 都稳定不了 那这种 就是这个原因嘛 就是说我现在的话 就是说我一直都单身 就是这个原因 我也没去找女朋友什么的 所以说我就是 想通这个平台的话 就是看有没有那个 运气找到一个 能够同甘共苦 然后大家一起努力 一起拼搏 然后的话 其实我觉得房子这个事 只要是生意做起来的话 房子不是问题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一个 每天都有增长的一个资产的话 那么有房子给你住 可能你住着也不安心 是吧 这个城市里面 除了房子以外 其他的生活消费 其实比房子厉害多 消费更高一些 所以我觉得先 先有两个人 有那个方向 就是一定要把事业做起来 事业没起来 有房子也没用 过得也不开心的 那其实刚刚你们两个人 聊得主要是围绕房子的 这个问题是吧 我觉得这个房子的问题呢 你看 其实主要看两个人 感情发展到哪个程度 然后我们一会儿 还要看一下 在其他方面 有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呀 两个人的这个三观呀 这些我们再来深入的 去了解了解 好不好 两位 好 我们可以换一个地方 好吗 来 在出租屋里 小做了一番之后 两人的关系拉近了不少 话题也渐渐打开了 那么此时男嘉宾内心 有什么感受呢 好 现在让那个女嘉宾 在前面走一会儿 我也想问问你 对她的这个第一印象 感觉怎么样 印象啊 对 她感觉像小孩子 像小孩 对 为什么 哪里看出来的 哪里感觉到的 可能是经历比较少吧 确实相对于你的这个经历来说 她真的就是没有什么经历了 对 就是因为我的话 就是从我13岁辍学到现在的话 一直在社会上的 就是一个人 那你说她没有什么经历 像个小孩 愿意再跟她接着相处吗 因为我的情况的话 可能是需要一个 大家那个思想上有共鸣的 这点比较 对大家比较好 她自己也说了 不介意 就是你的这些问题 因为之前我们是跟她沟通过的 你想你这种情况 要让别人去马上的去理解你 深爱 怎么怎么样 非常难 你自己觉得呢 你还不如去 就是如果这个女孩 你觉得基本的品质没有问题 性格也没有问题 还不如让她来多多了解你 大家会现在不了解 第一次见面 对 大家也没有聊什么 你看她到你租的房子去看了 也没有说那种闲贫爱富的 反倒对于你的个人兴趣 她还蛮感兴趣的 是吧 对 所以说我觉得她是 这个女孩非常单纯 当然你自己要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的 就是说 你真的要跟她相处下去的话 你也需要用这么一颗真诚的心 去对待她 如果说 你要找一个跟你经历非常相似的 那应该也是离异有小孩的 但这样的女孩子 她愿意跟着你 白手起家 从头再来吗 说不定你的经济负担和压力 就会更重了 两个人所面临的这种 两个家庭的问题 经济上的问题 甚至思想情感上的问题 都比单纯的找一个 像今天我们女嘉宾一样 没有结过婚的 没有孩子的 要单纯的多 道理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今天的女嘉宾 很单纯 对 那你自己要好好想想 有哪种女人 愿意跟着你来吃这个苦 来承受这个压力 是吧 在我的个人观念里面 用我们家乡话说 叫男帮女秤 比如说 男帮女秤 就女生搭得上手 在你的事业上 是吧 对 比如说找一个 她的经历太过短了 然后的话 我这边的话 如果说 因为我确定 非常确信 我自己以后要干的事情 然后如果说 我以后能有一点点的 小小成就的话 肯定是要 家里有一个闲内住 能够撑得住的 这是最起码的 所以这些东西 是外来看不出来的 需要大家互相了解 以后慢慢的才知道的 就是因为 之前有过失败的婚姻 所以说这次的话 我觉得 对感情的话 更加要谨慎一点 因为这个对别人也负责 对自己也负责 我是这么想的 那既然说到这里了 我就建议你 多给一些时间 接下来找个地方 把这些问题 咱们摊开了来 再来聊一聊 多了解了解女嘉宾 对于这一块 她内心的一些想法 好不好 行 想不到面对单纯的女嘉宾 离过婚的男嘉宾 竟然还有这么多顾虑 那么她内心的这些疑虑 会随着两人了解的加深 而打消满 那么我们男女嘉宾 见面之后 男嘉宾说到自己的创业 对未来的想法 都是头头是道 带女嘉宾逛自己的出租屋 实话说 有好多女孩子 真的是原本说自己不在意物质 当一看到对方的经济条件 这么具体的时候 可能都会打一个腿 但女嘉宾没有 她还觉得 虽然说出租屋很小 但是男嘉宾收拾的紧紧有条 而且男嘉宾直播 也非常的有才情 有情趣 女嘉宾觉得还挺棒的 但是就在我们觉得 女嘉宾不嫌弃男嘉宾的经济条件 那么男嘉宾是不是也觉得 满意女嘉宾的时候 男嘉宾出现了一个反转 她觉得 女嘉宾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因为她嫌她 太小了 阅历不足 不能成为自己的嫌内助 不能够帮助自己 那我就有一个疑问了 男嘉宾你到底是来相亲的呢 还是成真合伙人的呢 你可能就是想要一个精明能干 有阅历有能力的这样一个老板娘 那么话又说回来了 那样的成熟女性 她会看上你吗 她会不会觉得跟你在一起 就是填坑加扶贫呢 那么男嘉宾现在是这样的一种想法 如果接下来的过程当中 这种想法不能够扭转的话 我觉得今天相亲啊 还真的是有点悬 好像今天的相亲 不是那么的顺利了 那到底接下来两个人 会不会有一些 更好一点的进展呢 这个时候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 感谢上药集团 好护士牌强身片的赞助播出 精选人参 陆荣等道地 才精致而成 好护士牌强身片 欢迎迎喜 我们等你 专为女性打造的调精养颜 经典民方新中药 神威牌四五合计 源自千年经典调精民方四五汤 专制女性月经量少 推迟等病症 每天三支 调精刚刚好 记住了 要呵护女性经典健康 请用神威牌四五合计 感谢中凉山矿泉水的赞助播出 重庆有好水就在中凉山 优质好水蒸矿泉 中凉山矿泉水 淘宝京东有寿 你喜欢吃什么点 我就点个番茄淘打 你看你啊 那个三线汤就可以了 来小张 过来 感觉今天很腼腆啊 一直都 对 真的像个小女孩一样 就是在大哥面前嘛 就是真的 天哪 男嘉宾听到这个话 不是作何干啥 马上就要正式的 两个人也要聊一聊 深入的接触了 之前对于男嘉宾的这个第一印象 还跟他接触了这么一会儿了 现在感觉如何 我感觉外形还比较正直 然后唱歌挺好听的 唱歌挺好听的 对 就是你对于另一半的需求也满随意的 他的一个才艺就马上把你吸引到了 他才艺挺心我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慢慢的去了解吧 你看其实你们聊天的过程当中 就是包括大哥目前的一个经济状况 他的你看个人的住的环境 这些问题对于在我看来都蛮具体的 如果你要往后面相处的话 这都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 甚至叫做困难 你有心里准备吗 这一些我看你还挺乐呵的 就是感觉他性格方面还是挺正直 然后挺乐观的一个人 因为平时唱歌 我觉得吧 看他态度还是挺诚恳的 然后也挺努力的 他也表态了 然后说这个只要共同努力 后面还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想到在我看来 觉得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 然后感觉你说的还轻描淡写的 对 因为毕竟他态度还是挺端正的 然后也表示了大家可以共同的去努力 确实小张的你的这些回答 让我蛮意外的 所以我在这里就提醒你的 就是一会儿跟那个穆大哥 还是多 不光是从现在 还是从未来 多了解了解 好不好 自己内心一定要有数 我能够承受多少 承担多少 女嘉宾在物质问题上的单纯 确实是让人既感动 又为她感到担心 那么这样一位善良的好女孩 男嘉宾会知道珍惜吗 我不用舀那么多 还要少一点我自己吃那么多 好好谢谢等会儿吃完了再舀都可以 谢谢 我没有收手的 你平时是自己做饭吗 嗯 就是自己做 嗯 我们因为毕竟外面吃也不干净嘛 然后价格还贵 你这里会做啊 嗯 会煮一些煎蛋呢 我也会 嗯 你平时煮什么菜呀 平时比如说 香菜鱼呀 啤酒呀 他也吃的蛮少的 然后如果也不挑什么都吃吧 我觉得还是蛮单纯蛮勤俭的一个人吧 我觉得挺好的 你平时吃什么口味啊 口味 嗯 我也喜欢偏广东味 广东味是什么味 就是盐甜味啊 广东菜就是它特别的一个清淡 我平时也是吃的比较清淡 所以我才点这个番茄炒蛋 刚才点菜的时候我还很怕你点辣了 你在广东待了很多年 主要是感谢什么呀 就开场了 开场 对 就是那个 钢米工业厂 后来怎么样啊 是吧 因为那个盒子的嘛 嗯 我是技术入股的 后来就因为那个股份的问题嘛 就被他们做 没做了 也就开始做一些小路生意 比如说 开包子店 还有一个服装店 嗯 早餐店 嗯 水果店 哦 还有很多 后来在重庆到以后 又开始 又开始做那个 汉堡店的 蓝肠店了 他跟我讲的他的喜悦的 我觉得还是挺张实面的 然后还讲了不少见识 他还是很有学心的一个人 自己在广东还是搭配了那么多年 还是挺不错的 男嘉宾虽说对女嘉宾不是太满意 但是在饭桌上 他的举动还是挺暖心的 女嘉宾和男嘉宾 所以你们两个人目前的内心的一个状态 对前阶段的相处 我都做了一个互相的沟通了 是吧 嗯 但是呢 从我看来我觉得还是需要再深入的再了解一下 可以吗 就是之前你做一直就是做营业员还是做过哪些工作 我之前就是学校读完了之后就出来在商场里面就是通过熟人介绍 然后主力就是相当于服务员吧就是营业员商场里服务员就是在商场里就是这样 我问一下你的文化是 我文化打砖 那你比我高一个等级我在中砖 我之前我不是在广东那边做过工厂吗 在碧桂园的凤红街我们有自己的门面 门面大概是有好像是有80多个平方 然后在郊区有1000多平方的那个产房租的不是自己的哈 可能大家的经历的经历这些啊不太一样 当然可能比如说到一边我们的爱好啊或者以后我们为人处事接待方式啊 因为咱们必须得联系到以后的生活当中 因为我往往被打败的就是生活细节嘛对吧 嗯 之所以你觉得我远离不够是因为我的经历可能比你少一些 但是我在一项就是一项工作上面还是干的比较长连 因为毕竟我们服务行业接触的人还是比较多 然后也许你床的失眠比较多 然后你经历的工作比较多 但是我在一项工作上面所接触的人 然后辛辛苦苦也都有 谈到那个共同努力 因为刚才在你家你也谈到就是说 共同努力以后这个房子的问题 我还是比较疑惑的就是一个方面就是没有目标吧 第二个是我想晓得你内心努力的那个方向就是说是从哪个方面努力 比如说首付四层五层也是五十万以上 那五十万的话以现在如果说我们 我们只是站在现在这种打工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这辈子都没可能 那么我们就必须通过经商做生意 这是最起码的 做生意的话如果说我们光靠自己存钱一分分的存 然后才慢慢去做的话可能这个也不现实 然后的话就只能通过什么呢 只能通过自己之前的一些阅历 然后的话去找到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模式 然后去发展自己的朋友圈 然后的话就去找投资 谁有就是愿意跟你投资和合作 就是说这个人脉和资源你搭建 我对这个还是蛮优惑的 最近我朋友在跟我联系 他说他有一个项目 不是让我去投资 是他找投资让我去做管理 比如说关于什么呢 关于这个人才输送行业 但是你之前约理那么多 我是想你是 为什么每一行你都好像没有待多久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然后你以后就是打算干那一行 然后又待得到多久呢 我的观念是 不是说你 像很大部分的人一样 比如说我开一个店 我就一直开下去 管他做的大不大好不好 我就这么撑着 不是什么回事 那我的想法是什么呢 要么 要么我就做大 要么我就倒了 然后的话我也不管他倒过多少次 总是说尽力是财富吧 我的生命意义在于什么呢 在于自己创造自己的价值 至于最后得到什么呢 看天意 就好比我们咱们中国古代那些英雄一样 对吧 他不在意自己打仗 打到最后得到什么 我相信大部分的英雄都都死了 才会成英雄的对吧 嗯 那我呢 我就是那种性格 就是说 不管我未来 能得到什么也好 不得到什么也好 我只管现在我想做什么 该做什么 我相信只要是自己努力的 自己对得起自己的 不后悔就行 就像我的一个恋爱观一样 如果说我觉得大家 互相的没有一条 没有一条心 走不到一起的话 我觉得互助成长 那就不用伤害大家 嗯 虽然说他现在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觉得 嗯 他还是很不错 挺有能力的一个人 嗯 想到起码 他说共同努力嘛 放人房子啊 我也觉得以后可以 大家一起努力 共同买 诶 这突然出现的女人究竟是谁呢 她的到来 会使今天的相亲 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我是她的朋友 感觉是比她年长一点点 是吧 对对对对 还把好姐妹好朋友叫过来了 就肯定是对这个事情的重视 啊 同时 嗯 是不是也要帮朋友考察考察 这次来就是帮她好好考察一下 对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了 你现在的那个小孩是在你这边吗 还是 对在我这边 啊 我父母带 那你平时白天还要工作 晚上还要带孩子 那时间很忙 哦 他们在老家 哦在老家 我老家尊业 那现在就是说 在经济上这些压力有没有很大 经济的话 我现在家里我有负债 大概20万 哦 因为之前做生意签下的 哦 然后现在的我我挣的钱 主要是付一次负责自己 而是有时候会寄点回家 然后我父母在老家呢 他有一点做一点小买卖 嗯 他可以撑着 还有我姐他们也可以帮我一下 那现在我的每个月的贷款利息 那这个我姐可以帮我接的 现在自己在做什么呢 我现在送那个快递行业送外卖 那一个月下来 赚要多少钱呢 一个月 一个月的话 看天气 如果说像前段时间那种天气的话 你一个月可以拿到一万块钱 哦 那很不错啊 对 然后比较辛苦 现在的话 比如说下雨天 你又不敢跑得快嘛 那就只能一个月 也就是五六千六七千 但是我也不会 我也不是想着一直做这个 这都肯定不行 就是如果还做一段时间 就把家里的债务还清了以后 都对自己的人生 还有其他的规划没有呢 我的债务我是不用管他的 因为有人帮我接 我就想着 让自己先把自己的生意做起来 就是现在我的打算是怎么的 我打算就是 先买个小货车 我干了那驾照 先买个小货车 然后先从这个 也是从快递行业开始 比如说我们 我去承包一个区域送水 然后自己租小货 这样的话 我可以请一个人看店 或者请一个开车的 我自己会抽身出来 最多就是七个月 七个月的话 我赚到第一笔金的话 我就可以开一个小小的五金店 哦 然后五金店我可以联系到 那个工程上的单子 因为以前我就做工程了嘛 嗯嗯嗯 做了工程以后 后来后来后面的话 如果说我自己手上有了 一点资金以后 我就准备去打算做那个 现在是很流行的那个 清凌寿 你说京东呢 本身我是做工艺品的 我是喜欢艺术 我之前跑过广东 广州佛山 还有福建 还有浙江 跑了很多个省 我去了很多地方考察 然后回来以后 我觉得我的手艺 在他们跟他们比起 他们几乎没有 是不可以超过我的 哦 然后的话我想在这方面 把它做到一个 做到一个家族企业一样 我是这么打算的 所以但是 之前说那些一步步 那些那些只是方法 方法是可以 就写在沙滩上的 写在沙滩上的 那种目标的 一定刻在干板上的 因为不管是我 从什么地方开始 我的结局 结果一定是那个工程 另外就是说 现在里有两个小孩嘛 如果说你们两个在一起以后 我们朋友他也会是想要小孩的哈 嗯 在这方面你还会不会 再考虑要一个呢 这个可以 可以要可以 可以 重新组个家庭的话 肯定要有自己的孩子 肯定要更好一些 如果我们再有个小孩 在经济压力 你的心里 我的心里到时候成熟上面 还有就是整个两个人的状态 家庭状态 这些会不会成为负担 我从来不觉得孩子是负担 我觉得养个小孩子 也没多大劲儿费劲儿啊 我觉得 我觉得是很简单的事情 嗯 但是你怎么考虑其中 比如说孩子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啊 这个问题更不用担心的 就凭我自己的一个 说服能力的话 在我的家庭里面 永远不会有婆媳关系 那矛盾 永远不会有什么 后妈难担的问题 我的事肯定自己做主 也反正没有 基本上我做的基地 没有人改变了的 就是说你们两个一帅气后 那个准备多久以后 考虑孩子这个事情 因为她想要的话啊 小孩的话 我觉得是三年以后的事情 哦 三年以后啊 对 现在暂时是不会考虑的 哦 就是刚才她姐姐问我这些问题吧 我觉得 我也反正我也说了实话 我也很真诚地跟她说 对对方和自己的要负责 我是这么想 经过一番了解之后 女嘉宾的朋友 会给今天的男嘉宾 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其实今天对于他们两个的进展 和郁翰心里 确实也是没底的 在这个时候 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 感谢上药集团好护士牌强身片的赞助播出 精选人参 陆融等到底要才精致而成 好护士牌强身片 欢迎喜 我们等你 专为女性打造的调精养颜经典民方新中药神威牌四五合剂 原自千年经典调精养 专制女性月经养 专制女性月经量少 推迟等病症 每天三支 调精刚刚好 记住了 要呵护女性精养健康 请用神威牌四五合剂 那个朋友来了之后 在身边是不是心里要踏实一点 对 有底一些 有底一些 我感觉哈 这个小张确实是 就像一个小妹妹一样 对对对 感觉特别的单纯 对对对对 所以今天你真的要帮她好好参考一下 刚刚跟男嘉宾了解了这么多 现在有没有什么建议要给到她的 刚才跟男嘉宾聊过以后呢 说实话吧 还是感觉她的负担有一点太重了 有一定的创业经验哈 但是我觉得不太不太适合我这个妹妹 万一还有什么一些矛盾呢 就怕你处理不来 还有就是说经济上的一些东西 就你会付出很多很多吧 我就怕你太辛苦了 你应该还是适合找一个 没有什么负债的呀 没有孩子的 我觉得这样比较适合你哈 就是朋友的这块呢 就是给到一些意见哈 也希望你好好的参考一下 最后按照自己的内心来哈 好那马上呢 我们要做最后的选择了 给你一些时间做一些考虑好不好 好 面对朋友的苦心劝告 单纯的女嘉宾最终 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好那今天其实两位也相处了那么久了 对于自己未来的另一半哈 我相信心里的这个更明确了 是吧 现在是不是都了解透彻了 对啊 对啊 你这边呢 也差不多了 也差不多了哈 一会我现在先把这个就是我们最后的选择规则说一下 大家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右手边有一棵树哈 对于女孩子来说 就需要有一个像树这么 可以让我随时依靠的 感觉牢靠的 这么一个老公男朋友在身边 对不对 那对于男孩子来说 也希望我的另一半像一个树一样哈 当我累了的时候回到家 心里也是踏实安稳的 可以靠一靠 是不是 好 那现在呢就给两位五分钟的时间 如果说最后选择牵手成功 就回到这个树旁 如果说选择牵手不成功 就直接离去就可以了 好吗 好不好 大家好 请用神威牌四五合计 每天三支 调精刚刚好 记住了要呵护女性精细健康 请用神威牌四五合计 好的那现在五分钟过去了 余翰身边还是没有人回来哈 那么我们也看了一下 我应该是属于那种女生范儿的很高了 相亲一开始 女嘉宾三连问 男嘉宾能招架的主人 那你现在是租房还是 那你有没有在重庆定居的打算 你想多少年之内买个房呀在重庆 兴趣相同的两人合唱默契 女嘉宾却吐露心声 所有承诺永恒的像星星 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找重庆本地的 面对暖心的男嘉宾频频示好 最终女嘉宾会如何选择呢 凡人有喜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评论